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好 在这一段呢 保罗他感谢耶稣基督给他有这样服侍的恩典 看他有忠心就把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他 那保罗他也感谢自己是一个蒙大恩的罪人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在以赴索教会当地这个城市充满偶像 而且当地的人对基督徒也非常的不友好 那教会的内幕里面也有假教士的教导 所以保罗派提摩泰在那里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艰难 那保罗呢 就特别鼓励提摩泰 感谢上帝对自己的恩招 然后又托付这样的使命能够服侍 他也以自己的经历和见证作为榜样 来鼓励提摩泰 所以像保罗这样罪孽深重的罪人 都可以蒙神的怜悯能够来服侍 那其实呢 神对每一个人也都是如此 我们也都更是可以 十二节说 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 所以保罗为神对他托付的福音能够服侍而感恩 那这里的有忠心呢 他也可以看为说是信心 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的意思 那也有一个交托的意思 在前面第十一节就有这样的 保罗这样讲 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 所以这个信心 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 其实从当时的一个表达来讲 其实应该是双方面的 这个信仰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被光照 相信神的时候 这个信里面也有交托的意思 如果我只是说礼圣上相信 但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交托在神的手中 这个信是应该有问题的 所以当保罗说 我身之所信的是谁的时候 他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那同样 神呢跟我们是双方的 他看我们呢就是一个忠心的人 我们看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他看我们就是一个忠心的人 所以呢那神也会把他的很多东西交托给我们 这个交托是双方的 那他交托给我们什么呢 交托给我们 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 可以奉他的名宣告 他也把那个福音的使命 把那个工作 荣耀的工作托付给我们 所以 神 我们交给神的 托付给神的 我们大家都应该很阿门说 神保管的非常好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但同时我们有点的反思 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 可能不见得我们像那样的 把他完全都按照主人的心意保管好 包括福音 包括给我们的 所有的产业 那保罗这里说 他是看我有忠心的 是一个值得被托付的人 他不是强调自己有多少的才干 聪明 学问 这些都不是 那管家在主人面前最重要的就是忠心 耶稣也说呢 人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会被托付 他可以能够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那保罗看到 他这一切的服饰 其实都是神的恩典 来自神的托付 是靠着那耶稣基督家给的力量 他没有以自己的忠心为骄傲 反而呢 他更感谢耶稣基督 那这里呢 保罗谈到他的从前 第十三节说 他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五慢人的 所以当保罗谈到自己的时候 他谈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为什么对自己的以前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让人改变是非常非常难的 连我们自己改变自己都很难 若是信主以前 有人对保罗这样讲说 你是亵渎神的 你是逼迫人的 你是五慢人的 那保罗那肯定接受不了 谁能说他任何一点的不好呢 他甚至都会把对方给杀掉 捉拿下奸 逼迫致死 那是什么力量 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 能够对自己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是因为有基督的光照 那可以更准确一点来讲说 这里所描写的十三节的保罗 那才是真正的保罗 这个不是他的情绪 那是他信主之前真实的光景 没有神光照的人 他看自己和看世界 其实都是被蒙蔽的 我们都一样 亚当犯罪的时候 他的眼睛不是更明亮 反而是被罪所蒙蔽 罪有破坏的能力 罪有欺骗的能力 我们都认为自己做的 都是正确的事情 因为我们自以为义 都会用自己的道德立场 来去判断对方 但其实我们的标准 在伤害别人 甚至伤害自己的亲人 也毁坏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能够看清楚 这个事物的本相 更看清楚自己的真实的一面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当眼睛被打开的时候 看清自己 也更看到神的恩典 打过我们的罪孽 所以保罗说 这是我在不信的时候 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看到逼迫他的人 他也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所以我们要承认 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幅光景 好 那特别第十五节 保罗说 耶稣基督将士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一个罪魁 好 保罗宣告 耶稣基督是将士 他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出生 他本身就是在天上 本身就是根骨 永在的神 他来到人间 这是将士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拯救罪人 那保罗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这个不是客气 那如果按照我们来讲 那我们是那罪罪罪魁 比他应该是更败坏 但保罗这里他不是客气 这是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正常反应 这是因为什么呢 距离光越近 距离神越近的人 越看清自己的黑暗面 和自己的丑陋 我相信保罗是因为他离神很近 他越发看到自己的不配 越发看到自己的丑陋 所以我反过来说 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 不是因为没有罪 而是因为距离耶稣的真光太远 看不清自己 那保罗说这里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 这个我是个 这个是 它是一个现在事 它不是一个过去事 他说我现在仍然是罪人 所以我们虽然蒙恩得救 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所以有此呢 保罗他可见他是每时每刻 他都是需要神的恩典的供应 他丝毫不敢有半点的骄傲 不敢有半点的自夸 说我已经是得救了 然后我就一次的救 永远得救 后面全都保险 没有 他说我仍然是个罪人 我一不小心就录入到这个世界的欺骗 就录入到魔鬼的网络 我一不小心离开神的恩典 那我什么都不是 离了基督和他的恩典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也什么都不能做 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 这是非常肯定的 而且也是 这个佩服不是说 这是赞叹一下 他也告诉我们 这是非常可以被接受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那我也认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他是厌恶以前的罪恶 他说我是一个罪魁 对自己以前的信主之前的过往 我们还是认为是一种 非常的骄傲的资本呢 还是一想到以前 就是非常的有那种恶心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这个想法 就是想到之前多少人 对我这样去传福音 我都拒绝 用各样的理由 还自己以为 比他们更聪明 更有学问 但是现在想想 真的看到自己是丑陋的 是败坏的 信主之后 我也真实的在教会里面 跟他们道过歉 也感谢过他们 当年对我这样的 不离不弃的传福音 那今天我在看到 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 有很多的木道友 他多年不信呢 有的时候让他赶紧接受 他会认为 自己在考虑考虑 是他的性格里面 让我看出他的谨慎 那甚至他也自己以为 自己需要更有点的知识 或者是更有点的这个查考 但其实 越拖 其实更显出他的罪恶更大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他是自身木道友 那个时候我真的心里说 他是自身的大罪人 当我们真正信主之后 会看到自己以前的败坏 还是多么的可怕 所以教会当中 有这样一群 一直对自己的罪没有反省 对自己的信仰 没有认真去思考 这样一直把教会 或者会当成一个娱乐的场所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当信主之后 他应该看到自己 真实的罪恶的一面 所以保罗说基督这样的求恩 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应该完全被接纳的 他指的是耶稣基督 指的是耶稣基督 因为将来像菲利比书说的 他叫一切天上地下的 无不应耶稣基督为主 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每个人都会口称基督为主 这里面指的是信的人 也更指不信的人 到那个时候 在屈膝跪拜 口称基督为主 再来接受这个求恩 那已经是后悔末期了 为时已晚 所以感谢主保罗 有这样的感谢 有这样的感叹 能够服侍真的是恩典 自己能够蒙恩得救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自己的罪恶 是那样的深重 但神的恩典更是豪大 所以感谢主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搭过这一切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恩典当中 我们感谢主 也让我们每天更亲近神 就更看清自己是一个罪魁 看清自己是一个罪魁 之后才更珍惜这个救恩的宝贵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带领 让我们在感恩的季节 为我们的救恩 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 再次感谢你 主要让我们亲近你看清自己的不配 真的我们没有任何自夸的本钱 我们都是罪人中的罪魁 但是蒙你的恩典 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 这样的机会能够服侍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就求主保守我们 一直保守我到底 谢谢主 祈求祷告 奉耶稣的圣灵 阿们